今天又跟大家分享一下 經濟 股市 這些都是我這麽多年去觀察 去看 然後你慢慢就得到一件事就是叫智慧 你慢慢慢慢就明白了一件事 今天講的這幾件事是很簡短 但很精要 所以大家聽到尾 記住按LIKE 支持真聲音 那為何這麽多人買股票都不會升呢 大家都中伏呢 都是有原因的 聽完你就明白了 美國震目危機昨天就影響過大市 全部都回了 見到什麽現象股市會急捨呢 今天都很重要 大家真的要聽實 還未訂閱 記得訂閱和分享給朋友 那麽年輕人呢 現在就不買股了 買股是老餅做的 為什麽呢 那我又再簡短地和大家講一下 好了 美國的債務危機呢 就是不還錢等等 那每個人都說 不會發生的 是不可能的 那麽 那麽但是這個市場呢 就在那裏震動著 那麽 那麽 美國的債務呢 就很正啊 最近開高峰會呢 那麽 那麽有些蘇聯的出來說呢 就說 有些蘇聯的官員出來說 那麽 美國的債務 花錢的能力是大過賺錢能力的 那麽大家都知道 那麽 那麽都頗重的 那麽 那麽有什麽現象股市會急捨呢 我跟大家說 每當他們減息的時候呢 就會急捨 那麽我不是擔心 減息的時候呢 這些物能急捨 也是我擔心股市會急捨 那么爲什麽我這樣擔心 那爲什麽呢 因為越容易做的事,越容易輸 而且 昨天看經濟分析師 他說得很適合 最近很多人說,不妨去日本,我們去日本投資 為什麼市場這樣吹呢? 很簡單,基金經理都入貨了 你十年前說日本看好,就說你神 人人都知道,你千萬不要入貨 因為他們每個都有貨 市場就在那裡吹 好像最近吹什麼呢? 吹一些AI那些 你一買就一定會跌的 你一重倉買,每個人都說好啊,未來好店 這些技量不是今天,每天都出現 那時候Bitcoin也是這樣,去中心化店的 不會壞的,你拿到十萬元一個 六萬元的時候,我應該叫大家,你不要買了,這條片做在這裏 我說不要買了,很多人問我買不買 我說當然不買了,神經病 大佬,你六萬元,你能升多少呢? 當你八萬好嗎?你升兩三成 哇,你真的衝進去的時候,現在沒有了一半 那很多東西都是吹出來的 那我那時候爸爸,為什麼買大陸樓呢? 就是當時吹回大陸樓,說回大陸樓很厲害啊 這個未來,又說採石油等等 因為我不知道,我跟他聊天我就知道 就像當年一樣,他為什麼要去移民呢? 移民說,哇,很厲害啊 你移民說,哇,開心到你不得了啊 這麼大又便宜一些東西 現在又翻版了 你隔幾年呢?隔十多年呢?又出現同一樣東西 他想賣樓給你而已,他當然是這麼說的 加上現在有那個媒體這麼多呢? 那你亂說都可以的啦 喂,大哥,他有貨,他要銷售東西,他當然是這麼說的 你去到 舉目無親,什麼都沒有 那些環境又難頂,對吧? 就是又難賺吃 那個是你自己的事嘛 你聽了就中伏了 那很多時候就是這樣 尤其是現在傳媒,傳媒被控制 傳媒想你聽到什麼聲音呢? 你就只會出那些聲音 所以是很需要大家支持的,按個like 要不然很多人聽不到這段 那所以通常都是炒到最熱的時候呢 大家有沒有記得啊 前幾年說每個人走去買日本樓,就是窄在那裡 前幾年又去馬來西亞買一個 甚至是買榴槤樹呀 我聽到有人說的 那就糟糕了,很多呀 就是每隔幾年又來一次呢 就是那些傳媒呢,不停在吹啊 啊,移民的,馬來西亞 又做這件做那件 那最後的結果都不太好 大部分都是錯的 所以你很獨立思考 而且越容易做的事越不好做 好像,大家都想讀過名牌大學就發達了 我接著會分享一個,這個挺有趣的 他讀了一家名牌大學,他沒有出來工作 誰知他媽媽叫他一起去創業 誰知他現在營收有一千多萬,一年做一千多萬的生意 就是因為沒有走過那條路,如果每個人走過那條路,你不用想了 買股票是不會發達的,我不是今天講的,有很多段 如果有新的朋友,你看我之前的影片,我不是今天講的,買股票不會發達 每個人做的事情你會發達,傻瓜嗎? 通常你買的東西會發達,買Tesla會發達 你買Tesla會發達,就是當你沒聽過Tesla這件事 你沒聽過電動車這件事 現在全世界傻的都知道電動車,全部出來了 你買你也會發達,不用想了,可以不用想了,已經沒有這件事 已經每個人都知道的時候,是不會發達的 年輕人現在是不買股票的 不是不買樓,反而美國的年輕人是買回樓 那為什麼年輕人不買股票呢?因為他不是生於那個時代 如果你是六七十年代的人 你會很珍惜食物 因為那時候 沒有什麼選擇 那時候很窮 那些人就會說那些東西,包裝不漂亮,都不要浪費食物 你不要浪費 接著 去到七八十年代那些 即八九十年代那些,就不是了 因為他在經濟最高峰期的時候 他經常會告訴你 你讀好書啦,找一份好工,一輩子都不用煩 因為他那時候是經濟急速上升的時候 所以他講的建議是不對的 到現在我們已經不是那個故事了 你讀好書找不到工的 不是代表找到工的 但是很多人的概念都還在那時候 因為他父母教他 去到千禧代又不同了 即是你打一份牛公沒用 應該是事實來的 這個我改變不了 因為他是真的切切實實就是 每十年至二十年 社會翻天覆地,你不轉 你的概念不轉 你永遠走不出 好像很搞笑的 電商,還有另一個泡沫就是之前的電商 每個人都去做Amazon 我跟一批人,十幾個一起去做 然後我發覺後來 是沒有一個人賺錢 我反而不做Amazon,我就賺錢 真的很老實 我一走去看 他說那個人超厲害的 又說什麼什麼 教你什麼什麼 然後我聽了一次 我說不是啊 你的概念是愚蠢的 這個概念是愚蠢的 所以獨立思考有多重要 我聽完之後 愚蠢 然後我老婆不信 後來 後來 整班人全部人退款 他逼到他退款 但只有幾個退款而已 這裏說,這裏說,這裏散 因為我一早就跟他說這個人是不行的 所以你不要跟別人說就行 他很誇張的 他拍了很多照片 跟別人合作 握手 最終都是騙局的 所以 怎樣去做呢 就是你獨立思考 所以你是在別人未發現之前發現 別人未說之前要說 大部份人家人口水尾那些 分析師如果真的認識 他們自己說什麼都不知道 那裏流行的那裏是否說那裏 那裏不行的那裏是否踩那裏 是吧 但是不是因為你 那個聰明的人 我出了一段時間 非常有用 所以我叫大家 就算聽過Patreon 你也拿一張磋子 拿下它 警戒自己 真的可以 在整件事裡面生存 可能真的只有兩成都沒有 這個浪更嚴重 如果去減息的時候 股市將會急射 大家留意 不是樓市急射 一減息的時候股市急射 總之每樣都要小心 沒有人預測到的 預測到大家不做事 你看那些什麼股票分析 都是浪費你的時間 所以我會把時間放在其他有用的東西那裏 股票呢 賣一點點 不要緊 當賭錢那樣玩一下 因為股票根本就是賭錢 好了 記住 分享 下面留言討論